那我回頭來看 這個當然現在整個全球最激烈的區域 中美貿易戰 中美關係越來越緊張 台灣在裡面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當然這個阿扎爾 這個美國的最高層級的官員 正式訪台 對於我們台美的關係 在經濟面上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另外已經看到這個 美中貿易這個越來越緊張 但是我們來看到 今天這個庫德洛說什麼 他說美中貿易協議現在很好 中國還在加大購買美國的產品 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說不是很緊張嗎 他說不不不 不過這是記者會上的一個說法 我想請問一下董老師你怎麼解讀 這裡面我們待會來看看 美中之間台灣有什麼樣的機會 好的 我先談因為這是一個大事 就是美國的衛生部長阿扎爾 現在是在台灣 那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美國在台協會AIT的聲明 他已經講得很清楚 第一個這個衛生部長 是代表這個美國總統川普過來的 所以說他其實是美國總統的特使 第二個這是美國AIT的正式聲明 說這個衛生部長是美國的這個 內閣政府裡面最高層級的官員 來訪斷交以後 台銘斷交以後 那這個都是正式的聲明 所以這個也沒什麼好去質疑挑戰的 那我覺得重點是這個衛生部長阿扎爾 這兩天在台灣他所講的話 都非常有意義的 第一個他口口聲聲代表這個川普政府 來等於說來給台灣祝福 然後呢講了這個三件事 就台美關係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台美的這個 台灣跟美國的歷史的情誼 友誼 第二個是台灣的民主自由的成就 第三個是台灣公共衛生的成就 那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這三樣東西在過去半年以來 其實是全世界有很多自由民主國家 都在稱讚台灣 然後呢當然一方面是公共衛生 在稱讚在支持台灣 也呼籲應該要讓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另外一個逐漸浮現出來的重點 就是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國家 也在稱讚 簡直說支持台灣的民主自由 我舉兩個例子就是上個月而已 這個英國的劍橋市的市議會 他通過決議說 未來他要跟台灣的城市要多加交往 為什麼 因為台灣是有非常好的成熟的民主自由 民主自由防疫又做得好 對 在前一陣子 是這個比利時的國會 也通過了一個決議案 決議說要跟這個台灣多加交流 也是因為台灣的民主自由 跟防疫的工作 那就更不要講 我們8月底會看到捷克 這個議長 國會的議長 他要率一個龐大的訪問團 過來台灣訪問 所以說等於是說 我們跟外國有人的歷史其一 我們台灣的民主自由 以及我們的公共衛生成就 是我們今天台灣生存發展 跟茁壯的最堅實的基礎 然後你再回來看 這個阿扎爾衛生部長 當然台灣跟美國 已經簽署了這個衛生合作協議 其實這也沒什麼好稀奇的 為什麼因為美國作為一個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它已經退出世界衛生組織了 台灣是在公共衛生上 在世界上最有實力的國家 我們也不在世衛組織裡面 所以說我們兩國合作是理所當然 所以簽了這個衛生合作的時候 那個外界就有在猜測說 是不是要成立新的這個 世衛組織 國際組織 不 這樣猜測是錯的 不是的 應該是這麼說 台灣跟美國已經在公共衛生 有一個新的國際合作機制產生 勢必你可以料想得到 就是說未來還會有其他的國家 會加入這個 因為美國都來了 美國來了 後面一個代頭大哥 其實就是捷克 因為我們的這個府方 總統府早就宣布 台灣跟捷克私有衛生合作的 就是說如果說這個在世衛組織之外的 這種新的國際衛生合作 國際機制 繼續成長著轉的話 它就會倒逼世衛組織趕快進行改革 OK 因為特別參訪口罩國家 對於這個相關的 不管是我們這個經濟的影響 是什麼待會來談 那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阿扎爾還在我們台灣 但是這個香港卻出大事了 香港幹嘛 我們先看到美國財政部 上個禮拜 我是宣布制裁11名損害香港自治的 中國官 中港官員 那麼這個 大家看到新聞都有看到 那麼在這個香港方面 我們看香港警方 就這個 依照這個違反國安法 為由逮捕了 包括壹傳媒創辦的黎智英等人 不過很特別這個股價 這在兩天真正壹傳媒是漲了11倍 第一天的時候 它這個是暴漲了331% 當天的這個成交量只差 這個騰訊跟這個美團點評 就突然變成這個成交量 非常這個兇猛成長的這個港股 這個這樣的一個情況怎麼看 香港人當然現在非常氣憤 港人說 蘋果日報就算只出一張白紙 上面沒有新聞 大家都要買 這是現在情緒上的一個氣氛 你怎麼看到對經濟的影響 好的 主持人剛剛講的 就是說其實黎智英被抓 其實今年黎智英 他已經被抓第三次了 他第一次被抓是今年2月28號 他第二次被抓是5月底的時候 然後他再加上這次被抓 已經保釋出來 就前兩次也都是保釋 不過這次被抓有個非常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都看到了 或是說全世界都看到了 就是說這是香港國安署成立以後 所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行動 有200多個警察去圍 全程直播給大家看 這個直播的畫面 傳遍了全世界 進去搜索他的這個報社 抓了他的報社的人 還抓著他兩個兒子 還把黎智英綁著到街上去遊街 就是還要跑去他的遊艇 那個整個過程都是直播的 所以這麼大陣仗的直播 其實它是引起國際社會 相對的更大的反彈 那以香港來說的話 主持人剛剛就講過了 香港人民現在只是用 用錢來投票 用報紙來投票 就表達這香港人民的意願 但是我覺得 其實這個事情 如果從經濟跟金融面來看的話 就要回過頭去 要去特別去注意 這個7月中的時候 美國川普政府宣布制裁 就是涉及到香港的 從林鄭月的這個特首 到這個中共的 這個中聯辦的主任 港澳辦的主任 就中共的官員 11個人 他的效應其實 一波一波的正在 正在應該是擴散 一開始說宣布說 要制裁的時候 第一個取消簽證 第二個凍結資產 結果林鄭月還講說 這個我在這個 我自動注銷 香港的 美國的簽證 以後我不去了 然後那個 這個中聯辦的這個主任 這個洛 應該是 洛惠寧 洛惠寧 說我在美國沒吃茶 後來才發現 不是那麼單純 它裡面 它的細節裡面 第一個就是說 你制裁的這些人 你在美國即便沒有資產的話 你如果有投資任何產業 超過50%的股份 那個 如果進入美國的話 也在美國的制裁之列 再還有更進一步的 更糟糕的事情 也產生了 就臉書跟IG這個公司 馬上發表聲明 因為林鄭月他有使用 臉書跟IG 所以第一個先凍結 凍結 他林鄭月這些被制裁的 11個人 有使用這兩個軟體的話 凍結他在軟體上的 這種交易的功能 下廣告的功能 還在考慮是不是要關閉他的帳戶 這是企業的擴散行為 後面美國的媒體彭博社有報導 在香港的花旗銀行跟渣打銀行 也已經動手在清查 也在凍結這11個人 有跟他的銀行是不是有賬戶 或是有網絡 所以這個造成效應會是什麼樣 好 第一個不是說你在美國沒有資產就算了 而是你在全世界的範圍內 你不能跟美國的企業做生意 你不能透過美國的銀行做生意 這個就慘了 所以說你看我剛剛說的一個渣打銀行 渣打銀行不是美國銀行 是英國的銀行 所以下一個挫力當的銀行是誰 匯豐銀行 因為這三家銀行 匯豐 渣打跟花旗 在香港都有業務 在美國也有業務 其實美國這樣做就是迫使這些銀行選邊站 還有更厲害的 美國財政部它下面有一個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 它專門在審查這些事情的 它就講說你即便你在我美國 全世界的銀行 你即便在我美國沒有生意來往的話 沒有做生意的話 但是你只要是涉及到美金交易 美元交易 你一樣要受到這些制裁的規範 夠厲害了吧 那就表示說被制裁的這11個人 你以後不但不要想跟美國企業做生意 你自己投資的產業的對象跟美國企業做生意 你會被調查 你不要透過全球的美國的銀行 來交易 你透過全球的美國銀行做交易的話 你會被凍結的 更糟糕的 你就算不要透過美國銀行做交易 你透過其他的國際銀行做交易 那個銀行只要是用美金做交易的 只要被財政部 美國財政部查到 我一樣把你凍結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你覺得香港的金融的未來已經 是的 你就從這11個人未來的遭遇來看 我如果有時間我再舉最後一個例子 這個北韓的問題 就是說美國不是有個年輕人在北韓 被北韓抓了後來放回美國去死了嗎 他的父母親就到美國打官司告北韓 要北韓賠償 結果北韓在美國沒有任何的資產 那剛好他的父母親是猶太人 是猶太銀行家族的 透過美國的猶太銀行家族去清查 清查到北韓有透過美國銀行 在全球做交易 3000萬美金被查到了 所以他那個美國年輕人的父母親 馬上向美國法院提告 要求美國銀行凍結海外的北韓的資金 成了凍結了 所以說原來美元也好 美國銀行的全球體系 它是第一個它是非常powerful的 你被制裁的話你真的會很慘的 只有他在靠財 你被制裁的話 是一個人的負責 是一種負責的 你被制裁的話